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不管是李一峰本人还是官方团队对这部剧都是相当的重视 据说这部剧在拍摄的时候还有相关部门的领导直接去了现场视察 虽然说这部剧可能也不会成为爆款作品 但在这样的基础条件约束下最起码剧的内容和质量应该不会太差 而且这几年大家都在说正能量题材的作品 好手就为不仅是正能量而且还有主旋律的色彩 应该在宣传和质量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对于出演这部剧的演员来说呢 有人说对于李一峰来说这应该算是一部转型之作吧 大家都知道李一峰也曾经是大红大紫的顶流艺人 也曾经红极一时 但是随着新生代流量艺人的冲击 还有他个人的发展问题 导致他的热度已经在慢慢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李一峰在作品方面真的是非常薄弱 之前的作品虽然也有爆款 但他的演技始终都是不被大家所认可的 从千金归来到古剑奇谈都是如此 所以他这一批鲜肉艺人现在好像都在忙着转型 想要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战斗力 也能够在圈中红得更加长久 故而我们就看到杨阳出演了特战荣耀 李一峰出演了好手就位 他这个人是幽默的也是温暖的 一直以来的口碑都很好 但对于观众来说 李一峰作为一个男演员 作品还是第一位的 之前出演了隐秘而伟大 不少观众都说他的演技有所进步 但终究也只是得到了小范围的肯定 如今 好手就位这部剧 团队靠谱 题材靠谱 又是对李一峰来说 很有突破性的角色 希望能够以此来证明他的演技法 而在这部剧中 还有另外一位男主角备受关注 那就是出演东宫中李承宁的陈兴旭 陈兴旭的颜值和演技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一点 大家早有领略 只不过 在东宫之后 他也没有再出现爆款作品了 这一次 他在剧中穿军装的颜值 吸引着很多观众的注意 估计又要圈一批颜粉了 除此之外 有军嫂身份加持的张星宇 也参演了这部剧 他现在的口碑和颜值都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演技如何 总而言之 这部剧的题材十分正能量 两位男主角的颜值都值得一看 不知道大家会为了谁去追剧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俗炼 旋律 每天之后 这部剧